今天讲在虚拟主机上绑定域名并且添加SSL证书 我们先打开SAMP的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htdocs里面我们添加一个新的文件夹 我们叫它test.mylocal.site.com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绑定的域名 我们先在里面新建一个文件 现在我们打开SAMP 然后到这个文件夹下面去看一下 现在显示出来了 现在的话我们先绑定域名 就是test.mylocal.site.com 我们回到SAMP 然后点开这边Apaq 就是test.configure.extra 我们修改这个文件vhost 我们可以把这段copy下来 现在我们把路径修改到这里 然后再添加一段代码 我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我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去到Windows的电脑 打开这边Windows SAMP 我们这里添加一个127.0 然后我们重启一下Ap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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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输入这个网址 test.mylocal.site.com 在Apaq下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文件名叫V3.ext V3.extra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添加这一段代码 这个就是我们绑定的域名 DNS2和DNS3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用文本编辑器 打开这个文件 MakeCert文件 然后在这里我们添加 保存 接下来我们双击这个文件运行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键运行 这直接按回车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输入这里输入域名 这里不用竖 然后我们到Configure这个文件夹 我们看到这个CRT跟这个Key文件 就是刚才生成的文件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把这个Certificate跟这个Key Copy到这个域名的文档下面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 安装一下证书 这里Install Certificate 这里Local Machine 这里点下面这个Local Machine Next 接下来我们选这个Trust Root Certification 然后点OK 下一步 完成 然后我们再回到Sample 点开Apache 点开Apache 在Configure里面 我们还是编辑这个文件 Vhost这个文件 在这个下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HTTPS 我们添加这个3号SSL engine 然后这里的话填写 这里填写Certificate的路径 这里填写这个Key的路径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再保存一下 我们再重启一下Sample 然后现在打开 安全证书已经添加了 最后我们再重写一下规则 把所有的HTTP都变为HTTPS 在这个80HTTP这里 我们添加这纸行代码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如果是这个域名或者是3W这个域名的 我们全部重写到HTTPS 再保存一下 再重启一下Apache 我们现在直接输入 Test 它现在就自动为HTTPS